小恐龙是个很爱吃面包的孩子 一天,小恐龙去买面包 走进了面包店,对老板说 老板,老板,我要买面包 老板说道 好的,你要买多少个呢? 小恐龙想了想,说道 我要一百个面包 老板被吓了一跳 接着对着小恐龙说 我这里没有一百个面包哦 那,好吧 于是,小恐龙失望地走出了面包店 第二天,小恐龙又来到了这家面包店 进来后,直接对老板讲 老板,老板,今天有一百个面包呢 没办法,老板只好对小恐龙说 对不起,今天还是没有一百个面包 说完,小恐龙又失望地离开了面包店 第三天,小恐龙又来到了面包店 老板看到小恐龙来了 还没等小恐龙开口 老板就说道 今天,今天有一百个面包了 小恐龙听到,开心地说 太好了,那给我拿两个面包吧 老板一听,很快就晕了过去 老板一听,很快就晕了